黄冠宇导书画展成功 赞赞赞 出生在南投埔里 目前已经扬名国际的台湾艺术家黄冠宇 2023年9月2号下午2点 在彰化县令美术馆 举办台湾巡回展的开幕仪式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 彰化县政府参议 彰化市长专员跟国际接人会 福伦社等多名社长跟贵宾 都亲自到场参加开幕式 场面相当温馨热闹 这场大地之爱的艺术系列活动 在彰化县令美术馆五楼A馆举办 展出日期从9月2号到10号为止 欢迎爱好艺术跟美术活动的朋友 前来参观欣赏 那王老师其实从小就喜欢揮画 那也在这个东复成立的一个美术馆 艺术馆是可以看到他对艺术工作的热爱 我想他的画作的很大特色 看了就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谢谢王老师用心筹备这个 个展 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特别 因为今天带来的特别是我们视觉的详宴 像刚刚三位胡悦老师的演奏 就真的让大家耳朵有一个特别的音乐饗宴 有疗异系画家美名的黄冠宇老师 喜欢研究心灵绘画技巧 常用各种色彩表现山海天地万物的自然之美 这次在彰化县令美术馆五楼展出的六四六件作品当中 有山水建筑传统之美 有各种俏皮可爱的动物 有色彩缤纷的花草视觉饗宴 还有一些抽象写意的生命正能量画作 黄冠宇用它温柔灵性充满变化的画笔 加入愉悦快乐的思维 释放出无限艺术辉煌的成就 我把这些大自然的颜色尽量能够表现在我的画中 然后也能够在这个空间中大家看到的时候 已经被这个颜色所疗愈 然后呢 所以我把这样子的技巧不断的与我的学生分享 然后我希望他们也有这样的心情 用大自然的爱 然后没有受限制的 不受环境的杂质的影响来 好好地来传达给这种技术的方式 黄冠宇从小受到从事画师工作的父亲耳濡目染 如今黄冠宇在这一次的展出当中 也展出他优秀学生李中轩的作品 希望能够心火相传 透过更多的疗愈心灵的作品来振奋人心 让周遭的社会环境 变成真善美的大同世界 记者陈文旭 潘美亭 彰化报导 这个是我的学生 他考上了纽约学校 然后现在呢 他就做股在纽约